大家好,我上完十堂的水禮班 準備下個星期六,9月16日 就會去黃金海岸受洗 今天我上來講我的得救見證 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我是一個基督教的家庭長大的 但當時的我只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 又不看聖經,又回教會又嘻嘻嘻 跟家庭關係其實都不太好 青少年時期的我都頗反叛 甚至會跟父母打架 我十多歲的時候去了澳洲讀書 讀完幾年回來之後 我自己都成熟了一點 那時候回香港 就開始跟家庭的關係 就沒有以前那麼僵 就開始懂得體諒他們 就開始互相尊重多了 說到為什麼我要去信基督教 其實就是兩三年之前 我因為人際關係的事 就很不開心 當時我弟弟在美國讀書 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 但當時我跟他有半年時間 都沒有聯絡過 甚至是WhatsApp message都沒有 突然有一天他找我 在我很不開心的時間 他就找我 他說 喂 姐姐 神叫我找你傳福音 然後我就說 是嗎 然後他就說 他帶了很多人信主 但他不想看著我 他姐姐要下地獄 然後那一下 我就醒了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都深信只有一個神 只有耶穌 但是以前的我 就只是想著去享受這個世界 不會去悔改 到那一刻 我弟弟就點醒了我 因為我真的不想下地獄 我就開始每一天去看聖經 去每一天去祈禱 久而久之 跟家人的關係都好了 現在我會和我媽媽一起上教會 今天我爸爸都來了這裡 有一個小小的分享 我是一個個人的經歷 兩三年前 其實我沒有一本屬於自己的聖經 我突然有一個星期日的早上 我就很想 心血來潮 很想去總子書店買一本中英對照的聖經 那一天我準備出門口的時候 打算搜尋地址 誰知道原來人家主日是不開門的 我那一刻就很失望 我爸爸那天的中午就回家 他就拿了幾本書回來 他是欣福堂東九堂的會友 那時東九堂就搬堂 那些會友可以免費拿書 他拿了幾本書回來 其中一本 就是一本全新的中英對照的聖經 所以這件事就經歷到 唉 都很感動 真的 Sorry 就是神真的很愛我 Sorry 就是想起一個經文 就是馬太福音 七章七節 就是你們祈求就會給你們 尋找就會尋見 叩門就會給你開門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到有人被釋放 當時我是不害怕的 那一刻我是一點也不害怕的 到了那一個晚上 我半夜醒了 我很害怕 我都想不到我會這麼害怕 然後我晚上就自己在床上祈禱 那祈禱下的肚子 是有一種很平安 平安到你不知道害怕是什麼 然後我就睡不著 輾轉反側 有一個祈禱 到快要睡著的時候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意念 不是從我的耳朵進來 是直接在我的腦裡 就是說 我已經給了你 踐踏蛇和蝶子的權柄 那一刻我就醒了 本來就是睡著的 因為我忘記了這句經文 因為我忘記了基督徒的這個權柄 所以我的第二招 我想回 其實我也很感動 我很開心 因為真正的基督徒才有這個權柄 那我就會繼續努力 成為一個神所契約的人 多謝各位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那次去 我們不說去哪裡 宣教 那次有沒有對你一些影響 好 前一陣子和葉牧師去宣教 看到那裏的基督徒 其實他們很熱愛主 他們很單純他們的心 但是他們好像是用生命去敬拜 他們是很熱心去敬拜 去哭到 哭到好像比我剛才厲害 這樣去敬拜 你看到他們的生命其實很不同 所以其實我也鼓勵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以去那裏 看一看 見識一下別人是怎樣的 那就互相學習 我的體驗就是這麼多 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